大家好,我是Jun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是要跟大家做Stella家的液体眼影测评 北美彩妆品牌里面液体眼影的鼻祖和王者 它的质地和色号都是最丰富的 前前后后出过三个系列 今天我就一次性给大家测个遍 首先是它金绿色盖子的glitter and glow系列 顾名思义应该都是大颗粒闪 应该是它最original的一个系列 我一共是收了五个色号 首先是它叫最火的Kidden Karma 几乎没有什么底色 里面有两种颜色的碎闪 金绿色的碎闪 它会显得你眼皮更亮,更有湿度 棕色的细闪虽然没有暴闪的视觉效果 但是会跟我们亚洲人的肤色更贴合 的确是名不虚传 和你绝大多数的眼影盘都是比较搭配的 喜欢颗粒闪眼妆的女生可以收 接下来是色号Smoky Stone 墨绿色的颗粒闪比较适合搭配烟熏妆 Thiamondust也是绿色系的 但是它里面加了很多五彩的颗粒闪 让我想到了圣诞节才会出现的一些限定版的礼物包装筹袋 涂不太匀,就是不太好着色 冬一块,西一滩的 感觉就像小时候去摸那些圣诞节的贺卡 绸缎包装之后,星星点点弄在手上 到处都是的感觉 老实说也挺拔草的 接下来是Gold Goddess和Smoky Stone 烟熏款的绿色颗粒相比这一款就是亮色版的绿色颗粒 喜欢画比较明亮的绿色系眼影的话 搭配这一支应该OK 会把它留着搭配我喜欢的Two Faced家的限量版菠萝盘 最后是Plum Arm 听名字就不是我喜欢的紫色系 而且它在眼皮上抹开之后 会有一个灰灰脏脏的底色 闪亮颗粒也不是很集中 很零碎,没有什么质感 整体而言Glitter & Glow这个系列还是蛮拔草的 接下来是我买的最多的玫瑰金盖的Shimmer & Glow系列 我手头现在还有九个色号 首先是Cloud 冷色系的藕紫色微闪上面有金色的折光 比较适合冷白皮 我这个暖黄皮用起来显得脸色有点发挥 接下来Vivid Smoky Quads 这个色号是一个烟熏妆感的墨绿色 和其他品牌的深色液体眼影不同 它涂得非常均匀 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颜色 如果你喜欢烟熏妆或者你喜欢这个颜色 做一个粗粗的眼线的话 一定要收这一支 接下来是色号Pagel 这一款九红色带了一些我不喜欢的珠沙红的折光 我视频里面是给大家演示一开始上演的情况 如果多花一点时间是可以涂得比较匀一些 但在我心目当中就已经拔草了 接下来是色号Twick 单纯的一个金属光泽的棕色 里面有一点点一点点非常少亮的红色的小闪 不是很明显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棕色系的眼线 它也很容易涂匀 显色度也不错 所以比起把它大面积铺在眼皮上 我会更喜欢它画在双眼皮位置的感觉 接下来是它家液体眼影里面最出名的色号Kitten 无论你是买它的液体眼影套装 或者是Stella家自己搞活动满额增 一定都会出现这个色号的小样 我手头已经有好几只了 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香槟色 不会太黄也不会太金 非常的透亮 但是它这一款的质地 加上它里面细微的粉末闪 会加重你眼皮上所有的瑕疵和纹路 显得我眼皮的皮肤特别差 所以这一款我用的最多的是 把它画在我的下眼脸的前三分之一的地方 接下来是四号Starlight 这一款从包装上看和刚刚的Kitten非常接近 但是放在手背上一起对比 就看得出Starlight 它会更金那么一些些 还是在我们亚洲人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用起来还是不会突兀的 但是和刚刚的那款Kitten的问题一样 会显得你眼皮上所有的眼纹干皮都更明显 只会把它放在内眼角或者是下眼脸前三分之一处的产品 接下来是色号Jesabelle 一个很元气的暖橘色上面有白金的颗粒闪 浓密度和显色度都非常高 把它厚涂在了我的双眼皮的位置 也可以拿它画一个更细一点的眼线 或者是做整个上眼皮的cut crease 眼皮截断 下眼脸我是点涂了一些 然后用眼影刷把它晕开 非常的亮眼 很好看 这一支我超爱 放眼整个美妆圈都没有一支比它更优秀 Carefree这个色号橡皮粉色 不仅涂不太匀 容易卡纹 而且它也不闪 它有一点荧光 会显得我们亚洲人皮肤更黄 我就上了这一两分钟 它就在我的眼皮上染色了 赶紧跑吧 接下来是Leduce的这一支 墨绿色 里面有翠绿色折光 作为眼线色非常优秀的一支 搭配绿色系 金色系 大地色系的眼妆 应该都不错 最后是它近几年新出的白盖系列 Glisten & Glow 闪亮亮液体眼影 我一共是买了两个色号 这个系列里面也有一支是带Kidden的色号 就是这支Kidden Pileidoscope 浅浅的暖色调的橘棕色底色闪 上面有蓝蓝紫紫的闪亮颗粒 比较适合冷白皮 对于我这个暖皮来说 没有颈上添花的感觉 而且这一款它涂不太厚 怎么抹都是这种淡淡的水水的感觉 接下来是色号Ocean 它的底色就更淡了 里面也是含冷色系的 蓝蓝的白白的暴闪颗粒 这一款要比刚刚的Kidden Kaleidoscope 显得更干净一些 但是它的暴闪程度没有刚刚的Kidden Kaleidoscope强 我觉得这两支大家根据我的色号描述权 一直买就够了 另外因为液体液液它非常容易干 干了之后 它的这个刷子从这个管口出来的时候 就很容易断 建议大家开瓶几个月之后 它有一点点慢慢变干的时候 把这个管口的塑料挡板给去除 它的管口就会变得更大一些 取产品会更容易 而且当你的这支液体眼影完全干了后 也很容易滴油进去重新搅拌 让它再一次换活生命 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Stella家的液体眼影的闪亮度 配色质地上的确是领先于北美所有的液体眼影 我的这支视频应该是全网大家能找到的 手背试色上眼刷色最全的一个测评了 如果你喜欢像我这样的不打光没有滤镜 最真实的拍摄手法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 给我一些鼓励 今年的目标是要把药妆品牌的所有产品都测个遍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点击关注我 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